1962年10月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战争 这场战争只延续了32天 仅用两回合就决出胜负 一个月内战败一方被全歼 战死4885人 被扶3968人 被剿9辆坦克 3000渔门火炮 400余辆汽车 6300余支轻重机枪 各类弹药400余万发 当战败一方守住猛虎大开时 战胜者却突然收兵 主动要求谈判 这就是本期高潮来说 有关新中国对应自卫反击战 新中国成立后 中印边界并未正式划定 两国人民在长期相处过程中 形成了传统习惯 便这条边境线全长约2000公里 共分为三段 1947年 印度独立开始不断侵扰我国边界 1959年8月 印度总理尼赫鲁更是写信给州总理 提出想要划分我国 共计12.5万平方公里的边界领土 如此无礼的要求被周总理痛斥拒绝 气急败坏的尼赫鲁随后命令部队 不断侵扰我国边界 直到1962年10月情况愈演愈立 甚至造成我军流血伤亡事件 此时的中印边界线上 总计有22000余名印军官兵跃跃欲试 1962年10月17日 18日印军发动了猛烈炮击 挑起了大规模边界武装冲突 战争已不可避免 10月18日 中南海一年堂内急分严肃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 毛主席郑重地说道 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 那我们只有奉陪了 随后 他又转头看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问道我听说印度的军队有点战斗力 我们能不能答应 张国华自信肯定地说道 报告主席请放心 我们绝对可以赢 会议完成了对自卫反击作战的组织指挥部署 这一当面对精锐进出的印军 武军只动用了边防部队 1962年10月19日的中印边界上 500余门重靠镇天的 五万余士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四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火军将在东段 首先灭可杰朗敌军 再消灭达旺地区增援的印军 再西段攻克加勒万河普和红山头 再扫除西大沟以北的印军 西藏军区五十五十昌渡军分区边防团 如蒙虎下山 冲向印军的防守阵地 又以部队迅速攻占 枪挡 卡龙 扯冬等重要据点 所以部队则拿下 兼泽马尼 仲昆桥等地点 战斗数小时后 印军吹嘘已久的防线权限动摇 左右两翼已全被砍掉 傍晚 从侧后迂回的我军部队拿下张桌 摧毁印军第七旅指挥所 俘虏旅长达尔为准将 切断了敌军退路 至此 可接朗地区的印军 除少数会在外 其余全被歼灭 23日我军拿下放山口 夺回边境中阵达瓦 此时我军 距离印度阿萨姆平原的大门邦比拉 只有60多公里 西段战线上 新疆边防军团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 收复了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 同时还陆续收复了班公湖南北岸 西藏阿里地区的江山口 约山口 巴里加斯等地区 拔除了印军设立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地堡 时间来到10月28日 国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和战争升级 主动选择停火 并提出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 以1959年12月前的军事防线为基础 各方各自后撤20公里 以脱离戒处 可笑的是 气急败坏的尼赫鲁认为 自己精心部署的计划 不可能轻而易举的失败 随后他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 也不上自己不结盟的号召 从美国那里得到10亿美元的援助 将战争继续下去 此时在中断作战的我军将领兵胜 坐等驻瓦弄的印军第11旅 已经率领54军130师 集结在茶余地区 1962年11月14日 印军11旅长希尔瓦命令 立即攻占我国驻守的06高地 负责守卫06高地的1388团四连 从清晨到下午5点 他们已经连续击退了印军14次进攻 放晚四连发动夜袭 激战后拿下印军控制的07高地 07高地只有一条3米宽的通道 第11首南攻 很难展开兵力和火力 班长周万派率先冲入义军战壕 在肉部中遭遇敌军重重包围 双腿不幸被子弹打断 印军将周万派双手反绑推到战壕前 企图借此逼挺我军的进攻 而周万派高喊胜利的形象 永远定格在这天 在印军的慌乱中 周万派倒下了 我军愤怒地进攻潮水 瞬间吞没了07高地 这一晚 整个灵溪高地上的300余名印军官兵被全数歼灭 同时389团 又攻克了印军占据的80高地 至此印军东线防御体系被砸开 其核心阵地全数暴露 我军388团迅速向瓦弄扎攻山推进 仅用40分钟 就摧毁印军76个地方 攻克2428高地 并开始进攻32高地 由于32高地接近瓦弄飞机场 地堡设置更加严密 地堡分为三层母堡为核心 有交通豪小外辐射连接 每座地堡均设置一道三个射击孔 形成强大火力旺 战斗开始后 390团武莲作为尖刀最先冲击 很快用机箱 守雷解决了三座小地堡 而另一座母堡喷住的火蛇 挡住了战士们的进攻 这时武林战士陈大夫两次拼死爆破 才将眼前的地堡炸毁 之后的几分钟 武林战士一口气又炸毁了六座地堡 三二高地和瓦弄机场再也守不住了 机场被拿下前五分钟 印军十一旅长西尔瓦准将 抢到一架直升机企图逃跑 其他印军全部跪散纷纷逃入深山 随后又高举双手 被130师的战士们逐一驱赶出来 在迈克马红线的西端 国军的十一师五十五 十六师一师在达旺集结完毕 剑指印军在西山口 得让宗邦迪拉的主力部队 进攻开始前 刘伯承元帅彻底指示西藏军区 张国华司令员 印军同头铁尾腰紧附松 我军要打头切尾斩腰切腹 让敌军首尾不能相顾 干净彻底的分割歼灭敌人 11月18日我军向西山口发动反击 次日攻占西山口 切断了西山口通向邦迪拉之间的公路 拿下了印军的头 随后我军开始从侧 以加攻印军的背和服 又以两个团实施大迂回 直查邦迪拉切印军的尾 印度第四军防线顿时崩潰 旗下的第四是48旅 62旅 65旅 67旅 和炮兵坦克部队全数被歼灭 第62旅旅长霍星格准将被击毙 提斯普尔城内一片混乱 阿萨姆平原就在我军眼前 在国境线西段 我军也在发动了新的反击 斯潘普尔湖南面的热穷勾 再次出现黄继光石的战斗英雄 战士王忠恋用身体顶住爆破筒炸掉地堡 以生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他的感召下 一天内我军摧毁了印军46个地堡 在卡拉昆仑山口 工兵连战士罗光杰 因排雷而被炸断左脚 他没有退作 选择匍匐在祖国的边境大地上 缓缓爬向雷区 引爆了一颗颗地雷 以生命为战友开辟前进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 在西线我军还歼灭了印军 所谓的长盛王牌部队捷克联队 这支部队有上百年的历史 曾经跟随英法联军 参与了对圆明园的罪恶掠夺 随着西线进攻延伸 我军已攻入印度西北边境重地处输了 东西两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如同一支有力的钳子 同时指向印度首都新德里 而印度已无险可守 恐慌中 新德里的官员纷纷开始打包行李准备逃跑 尼赫鲁再次抛弃不结盟的口号 向美国求救 以时间印度似乎即将陷入混乱 1962年11月21日 战争爆发32天后 毛主席命令我军就地停火 撤回1959年11月 双方实际控制线内侧的20公里处 并再次向印度提出 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印度美国英国从政客到新闻界 几乎全都没有弄懂我军的意图 尼赫鲁认定有诈 求教于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 加尔布雷斯出的主意只有一个字托 于是印度该不接受 也不拒绝中国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 即便如此 我国还是展现出举世少有的人意姿态 12月底边防部队奉命 将战争中缴获的武器和物资交还给印军 对印军俘虏采取优待政策 并将他们于1965年遣返印度 被俘虏的达尔为准将 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军人的勇敢智慧和人道 回国后他写了一本军事著作《喜马拉雅诗策》 在印度广为流传 这次战败以后 尼赫鲁在印度政坛的威信一落千丈 他曾经到处宣扬的不结盟运动 也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 国内更是响起了让他下台的呼声 1964年1月8日 尼赫鲁在国大党年会上中风 5月27日基于家中去世 中国对应自卫反击战的伟大胜利 展现出了中国 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坚强意志和非凡能力 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的嚣张气焰 赢得了世界和平力量的赞扬 时光穿梭今天的中印边境 依然偶有糟杂声响 但却再也没有敌人敢迈入 我们一步 我们相信有伟大的领导者 英勇的军队 有众志成城的民族力量 如果有人敢越过红线 他们的将是比当年更先进的军事武器 更猛烈的正义打击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我将分享更多战争计时材料给大家 我会订阅 我会订阅